内地检测支援队队长说 会争取短时间中将香港每日的检测量 增至至少十几万 微软证实正是欺商收购抖音海外版 美国TikTok 各位内地派遣核酸检测支援队来香港 支援队希望短期内将香港每日检测量 由现时的一万提升至至少十几万 先遣队就说会先了解本地机构运作 接着政府进行检测的其中一间机构 华星诊断中心 董事长胡定旭渡过七个先遣队员 入住的围景酒店 多个穿着华大基因火岸实验室制服的人 接近中午离开酒店 稍后来香港的队长余德文说 香港公营机构目前只能每日做一万个检测 三间私人机构就有两到三万 余德文曾经担任广东支援武汉医疗队总指挥 他说队员有支援武汉和北京的经验 有信心完成好任务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 消息华本港新增大约8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另外两个新冠肺炎患者早早不治 本港疫情死者增至37人 死者包括伊丽莎白医院留院一个84岁的女人 有长期病患 上个月10号因为云缺和跌倒入院 同一病格有人确诊 她之后受到感染 情况持续转差 今早早5点多不治 而潮云山港泰护老中心一个83岁的男院友 上个月9号因为发烧入住屯门医院 本身有长期病患 情况持续恶化 早早大约6点半不治 港泰护老中心群组至今总共9个人死亡 美国大型科网公司微软确认 就合商收购TikTok和总统特朗普会面 导偷社报道 特朗普同意给予TikTok母公司45日去讨论 微软在当地星期日发表声明 证实行政总裁纳德拉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 准备继续探索收购TikTok美国业务 希望能够在9月15号之前完成合谈 可能引入其他美国投资者 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 特朗普同意被TikTok母公司 字节跳动45日的时间 初商出售的事 交易要经过美国财政部阁下 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 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接受Fox新闻访问时 批评TikTok或者腾讯旗下微信等 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 将用户资料交给中国共产党 表明在未来几日会宣布新的行动 针对一系列中国程式 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至于事件主角TikTok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的声明就说 会不断增加全球各地市场的投入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 坚持全球化的愿景 但明白过程会面对各种困难 包括国际政治环境紧张 对守Facebook的抄袭和抹黑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中国巨报已经具备用核武反击预警系统 公同社报道 曾经在解放军核导弹部队火箭军 服役多年的退役军官杨成军 5月中在内地官方雜誌 探测并在核导弹落地前进行核反击预警系统 杨成军强调中国的综合战斗力 不信息于美国和俄罗斯 报道说如果证实中国拥有这一项高端导弹防御技术 将会改变世界战略平衡 美国和依靠美国核保护散的日本 可能需要调整防卫政策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弹系统开通 中国卫星导弹系统管理办公室表示 北斗相关的系统、相关产品 已经出口全球一百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北京记者曾经报报道 导弹系统正式开通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弹系统 除了导弹定位 也都可以用作通讯传输 北斗系统全球定位精准度少于十米 可以提供国际首构、定位导航寿时等七类服务 至于通讯、区域通讯可以每次传输一千个看字 全球通讯每次四十个看字 也都可以传输语音和图片 波局说北斗卫星寿命大约10至12年 形容北斗是一个高风险、复杂的系统 很难在太空轨道上做维修或更换 研制和入轨之后要做大量工作去控制风险 客观上作为卫星的产品不可能不出一点问题 所以都是考虑了有荣誉备份的这样一些设计 就是整个系统现在理念就是 我们要先于故障发现问题 先于问题发现苗头 先于影响解决问题 就是一定要让用户不能体验到 当局又说已经着手发展下一代北斗系统 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 发展出一套更智能和融合的系统 当局又说下一步要推动卫星导航和5G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融合 相信会带来更多新经济增长点 无线电视着北京记者曾今报报道 再看疫情 我们昨天新增43宗新冠肺炎病例 新疆疫情进一步缓和 新疆新增28宗本土病例 全部在乌鲁木齐市 确诊病例已经连续三日减少 辽宁大连就有8宗本土病例 市委建委说 当地这波疫情初步排除本土传播 估计是由境外输入人气 本港理大和澳门科技大学的团队 利用重组蛋白制造的新冠病毒疫苗 有效防止病毒感染 副作用也较小 团队在猴子、小鼠和家吐身上 注入称为RBD的受体结合域 重组蛋白疫苗之后 发现能够有效产生抗体中和新冠病毒 研究也发现有关疫苗能够避免人体对抗体产生较大的依赖性 因此负作用低 而现时用来研发这种疫苗的生物科技也都已经成熟 认为适合大规模量产 预计会在短时间里投入临床试验 研究已经在国际科学期刊自然发表 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举行 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认为 被撤销参选资格的现任与议员 能够在真空期续任 需要进一步研究 不影响他现在现任的议员的身份 等于有个先例 大家记得朱凯迪议员 他当时报名参选这个村代表 当时也认为他不符合那个参选资格 但是跟着这个问题也有人提及 应不影响他立法会议员的议席 当时政府很清楚地说 就不影响的 也没有事情发生了 所以纯粹是选举主任的一个决定 如果他要再做多一年 有没有影响呢 这个是一个新问题 这个就不是他能不能够保留议席的问题 是他能不能够参加 成为这个新的一年里面 那个立法机关的成员 就变成这样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没有任何的规矩在这里 现在似乎政府就要留给人家常议会做决定 多谢蓝筹股公布半年业绩 汇丰控股上半年列涨税前利润43亿美元 安年跌六成半 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和香港、英国等市场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导致信贷损失增加 会执行额外的成本控制措施 公布全年业绩的时候会公布 股息的最新资讯 是内恒生银行上半年赚大约91亿元 按年跌三成三 第二次中期息减少超过四成 每股派八毫子 至于中电上半年赚超过60亿元 期内香港售电量跌百分之一 第二期中期息维持每股六毫三 港股在今个月第一个交易日显著受压 恒指曾经见超过一个月低位 大市轻微低开之后曾经倒升 但很快掉头下跌 愈跌愈急 最多跌344点 至24250点 是六月底以来低位 回控、恒生和中电 在公布业绩前齐齐受压 回控和中电都跌近百分之二 而半日表现最差的三宅蓝筹股 都是地产股 行拢地产、新世界和行地 跌近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 旧仓置业创新低 澳门七月倒收 连续第十个月按年下跌 银鱼、辛豪、金沙和美高煤中国 都跌大约百分之二 看恒生指数是报24369点 跌226点 总成交779亿 恒生科技指数是报7222点 升67点 追悟港股 腾讯控股升1元 中芯国际升1.5 美团点评升7.2 阿里巴巴跌6毫 中国平安跌7毫 可以电器升2.3 汇丰控股跌1.4毫 建设银行跌3先 小米集团升6先 有帮保险跌6毫 恒生指数期货 即月跌240点 总成交11万9千多张 盈富基金跌2.2 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升44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268点 日经平均指数升463点 美元汇价日元105.81 英镑1.3086 欧元0.714 欧元1.1769 转体港元汇价 对美元7.7502 汇元7.3226 欧元9.1204 英镑10.1411 瑞士法郎8.4591 价元5.7807 欧元5.5336 迅西兰元5.1438 汇元5.1438 汇元10.02 伦敦黄金每盎司买卖价 保1,974.5 1,976美元 本港九九金 每两部1万8,240元 看起来天气 月測大致多云 有骚雨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各部地区有雷暴 一点钟气温是26度 相对湿度96% 雷暴警告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0.8 强度属于低 新闻报道员再会